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教练是蔡芙如 蔡芙如就问下边这些小队员 说你们想学谁的棋 说看谁好 这些小队员异口同声说 当然是司令的棋 就指胡文华 说你看胡司令 棋走得华丽漂亮 成绩又好 多少次全国冠军了 我们当然学他的了 没想到蔡芙如说错 不对 你们学不了胡司令的棋 胡司令的棋也是天才的棋 你们不是天才 学不了 你们要学学谁 学杨冠林的棋 杨冠林算不上天才 可是棋走得极为扎实 是一步一个角落的功夫棋 你们应该学杨冠林的棋 杨冠林我们大伙知道 外号魔术 是旧中国最后一个棋王 也是新中国第一个棋王 老杨的棋是以扎实著称的 我再说一件事 就能证明这个事情 这不咱们今年2013年向甲联赛 我说的是头一届向甲联赛 2003年在北京延庆举办 当时我到现场看棋的时候 注意到一盘棋 是吕钦对煤矿一个选手的棋 当时吕钦走的足底炮 没走了多少个回合 吕钦走了一个炮气禁止 打对方的兵 当时我们看了 周围看起来都愣了 为什么 因为在以往的意向当中 这是无理招法 我们都知道布局阶段 炮不易轻动 有句话叫远炮不虚发 你这个炮气禁止打了兵 人家一飞向 你这招成空招了 而且你左边这个马没有跟了 炮看不住他 容易被对方的居所攻击 所以一盘炮气禁止 这是无理招 可吕钦这样的特级大师走出来了 我们咱都很奇怪 后来问吕钦 你怎么敢走这个 以前研究过吗 吕钦说老杨跟我说能走 你看这什么意思 杨冠林摆不着起 老杨要说能走 他就一定能走 言外之意就是 吕钦意思说 只要老杨能说走 我先走出来 回头我慢慢研究 他肯定对 可见广东队对老杨的这种信任程度 确实杨冠林这种扎实是海内文明的 当年见过之后 老杨的棋是最好的 多次全国冠军获得者 所以全国很多棋手 以赢老杨一局为荣 所以就琢磨了各种开局 那个时候管这玩意叫飞刀 说各种飞刀琢磨怎么能把老杨套住 但是老杨可能没见过这种开局 但临场应变的时候 你想套他一盘也难 尤其是中残局 到了残局阶段 可以说杨冠林号称魔术 下的是滴水不漏 到什么程度 比方说这棋老杨已经挺危险了 那么这边比赛 这边我们把这棋拿过来 大伙再一块研究 说这棋十八九要输 只有这一种走法 这种关招老杨能合 结果我们研究完了 你再进屋里再看老杨实战对局 就走到我们研究那里 你就看出他这个水准到了什么程度 滴水不漏 你说很多骑手走骑 保不起谁都走漏招 葫芦华那么厉害 也曾经在五阳碑上 让刘大华炮塔门宫 走出这种低级食物 而老杨这辈子软招咱不用说 那谁都有漏招没走过 说为什么老杨这么扎实 这和他在旧社会里头 有以旗为生的生涯有直接关系 所以过去江湖旗 往往这里边的旗人都特别扎实 因为一旦要出现食物 你完了你就得饿肚子 所以老杨的扎实的功夫 大半是从这个来的 杨冠林是1925年出生在广东东莞 下边一个农村 家里条件很困难 老杨小时候就喜欢下棋 因为广东我们看棋风是特别盛的 后来长大以后 他坐这小宝宝糊口 那个时候他的棋已经很不错了 结果下棋对他坐宝宝很有帮助 那个时候老杨是卖布 卖布你不就得去进货吗 进货的时候就得跟摊主商量 讨价还价 就是说你这布多少钱 多少多少钱 老杨说我还个价太低了不行 老杨说那这样吧 咱俩下盘棋 如果你要赢了 就按你说的价我进你的布 如果你要输了 就按我说的价你卖给我 这些人哪赢得了老杨 所以老杨总能以最低的价把这布进来 对他坐小宝宝很有帮助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老杨白天做生意 晚上回家基本上都在那研究其拆棋 因为我本身和老杨见过几回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你想跟他聊天 他不怎么跟你聊天 一米六五个头矮个 长脸有点发黑 人很沉闷不好直升 你感觉坐在那他说话 不知道他想什么的 你想跟他聊天他也不跟你聊 就这么一个人 这个习惯就是他大小养成的 没事坐着就想棋 你看说把棋拿出来拆解摆 这是真正的高手不用这棋盘 闭着眼睛也是拆棋的 在这可能眼睛瞪着看哪 脑子里想棋 所以老杨当时拆棋 棋力进步得非常快 他在1948年的时候 那年老杨23岁 他就震动了整个广东棋坛 因为当时广东棋坛有四大天王之说 冯敬如 卢辉 当时卢辉在广州守类 卢辉的武器炮是很出名的 当时守类是怎么守 就是说你想上来攻类了 你得掏两把钱 如果你要跟我下河了 我给你四毛 你要赢我给你一块 当然想赢类主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类主也得小心翼 因为你万一要让人赢着你了 你这两把钱得反而一块 你亏大了 所以卢辉当时守类守得挺严 杨国林掏了两把钱 上去跟卢辉下 结果第一盘就把卢辉赢了 那时候卢辉年事已高 也确实盯不住这些后进的冲击 第二盘卢辉小心翼守核 杨国林通过这两盘 挣了一块二毛钱 所以那个时候 当时广东棋坛说 出了个后起之秀杨国林 那是杨国林 李治海 曾一千 都是广州棋坛的 还有陈宗顺 这是后起之秀 那么老杨当时有人就跟他说 说咱们广东这块现在这经济也不行 那会这不像改革开放以后 想下旗挣钱很难 你到香港去 香港那头人有钱 就这么老杨跑到香港去 在那下一段旗 后来建国以后 香港那时候我们知道 建国前后是比较动荡的 老杨在那边谋生也困难了 就又回到了内地 回到内地之后有人跟他讲 说你要想靠旗挣钱还得奔上海 上海这下旗比香港比哪都厉害 而且那个地方人肯于出钱看旗 你能挣着钱 老杨说我去上海我凭什么去呢 当时去上海慢撤票18块钱 普快24块钱 老杨哪有这钱呢 那时候下一天旗挣个快饱毛的 吃饭也就敢吃一碗杂烩饭 也不敢吃太好的 老杨说我哪有这钱呢 跟他媳妇商量 他媳妇知道这老杨早想出去长长见识 也顺带挣点钱 说这么着我把我戒指卖了 就这么把戒指卖了10块钱 这不还差几块钱呢 老杨又到街上下旗去 下完了反正有一口没一口的吃点 总算把这路配攒够了 于是在1951年老杨一到上海滩 到上海下旗 当时上海下旗高手非常多 那个时候像周德玉这些人呢 已经一点点退出气坛了 上海旗舰有四小 小剃刀林荣兴 小湖北雷海山 还有小煞星叶景华 再加上董渊 换号叫小杭州 这叫四小 那时候董渊的旗名是最盛的 被称为新旗省旗王 当时老杨先到上海 那时候他名气不大呢 就跟这个上海滩其他几个高手下旗 可因为姓陈的高手下这个人也挺厉害 结果老杨跟他下十盘旗 八胜两合 对方没开胡 这下子引起了上海旗团的重视 这时候老杨呢 在上海跟很多高手下旗 也挣着钱了 也扬了名了 那么正好这时候呢 华南神龙陈松顺也到了上海 老杨跟陈松顺联手呢 和华东队对抗了一次 把华东队朱建秋这些人都给赢了 所以当时杨关林的齐名在上海滩大胜 最后要走的时候 董渊提出来了 说咱俩下去吧 因为董渊咱们以前节目里介绍 微人很狂傲 而且盘外招很多 这和老杨下呢 当时老杨也小心谨慎的和他下 可那是董渊的齐力也在巅峰状态 和老杨下了六盘齐 当时老杨是一胜两负三合 多输了一盘 董渊就说 哎呀 杨国林啊 你这两年齐长得是挺快 可是要赢我呀 那恐怕没几年不行 你看说出狂话来 当然这话后来老杨也说过 那是五六年 第一届全五象棋个人赛 当时呢 这个有人跟杨国林说 东北的王家梁对你威胁也挺大 老杨说哎呀 小王的棋我看了是涨了 但是要赢我还得几年 没想到话刚说完 那节比赛 王家梁就把他赢了 所以有时候在人这狂话轻易不能说 就像我们有时候说 哎呀我这人最谨慎 啥东西钥匙啥 钱不太丢的 往往你说完这话 你那钱就容易丢 所以咱们经常说错话 拍拍桌子底下 就表示这话我说错了收回 就人有时候不能放狂话 不能答应 这董渊这话说完了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他就一句狂话 杨国林听的是咬牙切齿 说我怎么赢这么些人就输他了 回到广州 就等着我第二年再来 五二年八月份的时候秋天 他又来到上海 这回和董渊两人约定 我就来跟你下去 下石盘棋 这期间这一年 老杨晚上没事就打董渊棋谱 就研究 结果两人约好了 在上海米高杨舞厅摆了一台 两人下石盘棋 这下双方动真格的 头一排 杨国林大到阔府的功 董渊守得很细 但是老杨这种天天拆棋 这种深厚的功夫体现出来 什么这种魔功 我们现在看李来群寻川的棋 你能感觉可胜可合的棋 他俩下得好 你跟寻川下棋 好像寻川没什么机会 磨着磨着 你露一点缝他就能赢你 老杨当时就有这种功力 结果董渊一招走得有点软了 被老杨抓住赢了 这一盘棋赢完了 上海很多看齐的欢欣公武 为啥 他们虽然认为董渊棋力高 可是都对董渊棋品人品看不上 一看他输一盘很多人解恨 接下来第二盘双方下核了 第三盘第四盘第五盘 老杨是两胜一核 第六盘第七盘 董渊又赢回来 到第八盘第九盘 老杨连赢两盘 提前一盘结束战斗 把董渊打下擂台 从此中国下棋进入了杨国林时代 所以杨国林就是凭这次下棋 真真正正的成为全国顶尖的棋望 回到广州之后 广州我们知道有另一位高手 华南神龙陈从顺 后来两个人也是下十盘棋比赛 十盘棋比赛最后下完 老杨多胜出一局了 整个棋面也走得非常惊险 当时广州棋迷大呼过瘾 真好 从此杨国林成了广州第一人 押陈从顺半投 后来这两个人联手 对付华东联队 东北联队 华北联队 从来没使不手 谁到广州来都输他俩 谁来都输他俩 一下团体赛 华南队就赢 这说明杨国林陈从顺的起义 确实是了不得 到后来老杨下完这个棋之后 很多人觉得挺奇怪 不下棋了 回乡下老家 开小马尾去了 为啥 老杨心里头不舒服 因为他看了很多旧社会 那些棋人 像钟真 像冯敬如这些人 也是一流棋士 可是后来怎么样了 有不少没大烟抽 穷困潦倒 有的饿死了 有的冻死了 什么样都有 老杨说我还是干点正事 做点码码 回家了 可没想到老杨真不是做码码 干啥赔啥 正这个时候 有个香港大公报的编辑叫陈鲁 约杨冠林写齐评 这陈鲁是谁 我说这俩字你不知道 我说另仨字你就知道 他就是梁宇生 云海渔公园的七剑夏天山的作者 武夏尔说发本名的梁宇生 本名叫陈鲁 梁宇生是铁杆齐民 对象棋非常了解 而且有人说他的起力大概有二级骑士的水平 还不错 梁宇生当时邀请杨冠林给大公报写齐评 就这么给的稿费还挺高 老杨一看得了 马上我也做不成了 我干脆吧 写齐评挣点钱吧 就这么的事实上等于他重新回归到其他 所以老杨等于到底也没离开象棋 我还坚持了1956年全国象棋个人赛第一季在北京举办 老杨势无破竹的通过出赛复赛杀进最后的决赛 决赛总共是六门击手 杨冠林 王家良 李毅庭 刘宜慈 侯玉山 还有何生安这六个人 下到最后一轮的时候 因为前面老杨前三局全赢了 到第四个对手碰王家良的时候他输了 王家良跟开局把他套出来 当时最后一盘下的是老杨对湖北李毅庭 这边何生安对王家良 这两盘棋只要合一盘王家良就是冠军 当时有人就跟王家良说 小王你不用下了 冠军肯定是你的 为啥呢 甭管老杨赢不赢李毅庭 那你别管了 你跟何生安你俩下河了 你就是冠军 何生安不可能憋着这赢李 为啥 那原先在上海跟老杨俩下棋弄的 脸红薄粗的 都不说话 他能帮杨冠林赢你吗 那肯定没问题 可没想到何生安最后一盘 居然就把王家良赢了 当然有人说用什么开局 中间有人传话等等 有这些说法 咱们不说这个 为什么何生安肯于这盘帮老杨呢 因为何生安想起来 在四十年代的时候一件事 就在香港集团 何生安到那边去下棋去 结果钱包上小偷偷了 回不去了 只能接着在下 挣点路费 就想找一个有名的人下棋 票好卖 当然香港是卖一个票 票里抽多少钱给棋手 就找到董伟元 结果董伟元嫌何生安名气小 没理他 最后何生安找到老杨 老杨说 哎呀挺可怜的 来吧咱俩下吧 挣这钱你拿多数回去当盘车 所以等于老杨那时候 帮助了何生安 解了他当时没钱的这种苦难 咱们说这有句话 就有钱男子汉 没钱汉子男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所以何生安始终记着 我欠老杨的人情 所以在五六年个人赛上等于报答了老杨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杨看相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继续收看象棋世界 接下来我们有请象棋特辑大师郭立平和奇邪大师李鹏 为您带来2013QQ游戏天下奇异全国象棋甲击联赛的精彩对局 让我们有请两位 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象棋世界节目 今天为各位旗友带来的是2013QQ游戏天下奇异全国象棋甲击联赛的精彩对局 这次男子象棋也是精彩分成 我们今天要带给各位旗友的是来自广东碧桂园队的许国义 对阵来自湖北武汉光谷地产队的特辑大师汪洋的一盘棋 许国义也是去年在象棋当中涌现出来的年轻的棋手 战绩非常的不俗 是通过去年的象棋甲击联赛晋升的大师 对 他也是第一个通过象棋联赛获得大师称号的棋手 这盘棋许国义是中炮开局 对 这棋下成了中炮队平风马 中炮进三兵 进三足 对平风马 这也是广东队善用的布局阵法 对 这个应该 挑马编马 心得颇深 对 足以进一 炮八平七 武器炮进三兵 对 武器炮进三兵 那么局九进一 向三进五 也是一个很流行的变化 这个棋出四兵 还有这种大出局 大出局 比较激烈的变化是大出局的变化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都是老瓶装新酒 都装出了很多新内容 尤其现在象甲这种高密度高强度的比赛 就是让棋手不断的从布局开始就不断的推成出新 是 那么向三进五 相对于其他的什么大出局 还有什么向七进五 感觉要双方阵型平衡一些 黑方平衡一些 对 那么红方 转而进六 对 局一进三 那么以后要走局平四 而且保住中兵以后可以对局了 对要抵 红方这肯定是好点 什么叫抵制要点 我的要点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条线谁抢住 谁占优势 对 他的先手其实就是在这里发挥的 局部是占优的 局部是占优的 那么削弱红方的攻势 因为你不能这个局也好 那个局也好 这个局肯定是差一些的 这个局还算可以 还可以 因为它有作用 对 那么这个棋实战是局二进三 也有下局二停三 局二停三的话 炮球推移双方引起比较激烈的对攻 另一路 另一路变化 对 那么这盘棋 这个棋下的也挺有意思 这个棋好像是最近下的比较多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下棋 冰武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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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在布局选择上 经常会发现一个跟风的现象 比如这个棋 你突然走一心变化 你就放眼一看 全球赛场上好多人下这个布棋 对 好像大家商量好了 对 大家都想印证对新鲜事物的一个心得 就是说谁理解的更深 对 像棋的发展其实也是这样发展起来 如果光靠一两个人 是很难把这个布局发展起来 对 大家都去尝试 各种变化都去尝试 它内容才丰富起来 那么现在 黑方现在泡棋推移 红方走得非常的老程实重 因为避免它今后是先手 这步棋是一个早晚要走的棋 你可以进关棋便先走 因为G可以进这儿 还可以点 可以点一下 是压的比较深 甚至有的可能还会有到这个 他走这的话 这泡退一步就好了 要不都送兵了 所以黑方的出路马以后早晚要登你的边兵 那么既然早晚要登 我就先避免 保留G的方向 还有一个炮筋 炮筋后还可以测移 给G多一个选择空间 那么黑马虽然踩不着 但是他还是要踩 他这边先不动 保留变化 那么红方也很稳健 因为如果你只急于跳马 他很有可能把边兵就给消灭了 对 所以他先看着都看好了 然后我再司机进攻 那么黑方 平炮 他这马不蹦 反而来攻击你的弱点 红方实战是马三尖四 当然大家也可以考虑马三尖二的选择 马三尖二的选择 平炮 打马 然后再飞向 你的点的位置 你以后整个棋盘的发展的方向就不一样了 你如果马三尖二以后整个子往右移 对 往右移 你马三尖四 你有可能在中路去谋视 它是不一样的 对 各个思想不一样 对 你别看这两个马 无论跳哪好像都能登上棋足 那就发展方向完全不一样了 对 那么红方许隔一孩很积极的 他向中路进攻 对 他可能看好中路了 对 那么炮打 冰 红方现在没有选择踩中足 因为踩中足 他可能认为你马八尖七腰队以后 我也这么队了 我队掉让人家打回去不是很舒服 或者即便你冲 他终于打僵 再进行交换 他不觉得好 要吃亏 还是要吃亏 这边马压你的马 多个毒 人家 那么现在他选择了踩冰 踩进去 望洋走得很稳健 顶住 顶住 那么棋盘下到这个局面 红方我感觉还是有一定的主动的 站位都很好 马现在压上去了 实战中 这个思路就看你怎么判断了 有的时候 你要是觉得没有特别直接了当的进攻手段的时候 有的时候调整阵型 不失为一个好的决策 其实这时候可能比较好的下法 可以先飞个下 看你炮的去向 以后我准备 以后可能炮七平三 对 比如说如果你来进攻我的马 我先把你看住 黑方如果走这种强硬的招法 我可以不理 因为你打掉我 你这也打你 我就可以展开中度的进攻 这样双方是一个对攻局面 那么也是胜负难判 那么实战中可能 许国义可能他觉得 这个方向他好像想有做作为 他有想法 有想法 对 他平均 但是我个人感觉这条要道 他让开了 我们在前期准备功课的时候 李鹏一直在跟我说 觉得这个局让开有点可惜 对 方向性有点问题 对 除非你有特别有效的进攻手段 那么一退 实战他下来是炮七平 我觉得这两步连续他都有问题 这招是让开了要道 这招起 方向性的问题 这个起太慢了 你真的想在这边有所作为 我觉得是凭这个好一点 如果你现在站累 我直接就点向腰 攻击中心 打完了 你的巡河炮就要处理 如果你来打我的死马 我有一个巧招 这时候在腰队 你打的话 打马这事我觉得不靠谱 打马是不是这地方还有 这地方也有 这样下也很巧 你不能飞鞠 飞鞠一打 飞这边就吃一大串 那边鞠就不行了 所以说当时他实战是选择了凭这个炮 那么他这招起太慢了 汪洋就很舒服 这招起 累很大 很舒服 这时候有特别好的前景 实际下到这儿 今后人家有什么捉冰 还有什么送足的手段 实际这时候黑方也有反先之势 那么许国义也感觉不妙 有问题了 你看他这棋都不敢吃 十四了已经 他这边有问题 就是十四进五 他都不敢吃了 这边有充足 那么不是他想的恐怕也是赶紧摘炮不失效 对 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 赶紧调刑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 汪洋没有给他机会 下得非常好 这时候汪洋出了一个抢手 非常的精彩 怎么说 应该是说致命的一击 对 你看似平淡无奇 黑方就一个过河的马 红方也就一个过河马 两个回合之后 马上就有风鸣突变 而且局势明朗了 就优势也明朗了 许国义还可能以为这摘炮之后局面还比较平稳 所以象棋的精尿之处 真的就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什么 余无声处听惊雷 突然间凌空一打 真想不到 这招棋 这个棋许国义难办了 因为如果逃居的话 会被对方占便宜 对 那么实战中许国义也是硬着头皮 无奈 那么观众朋友一看 这棋怎么办 吃了俩 但是汪洋另有妙手 这是舍身炸雕堡 将军 只能吃 吃 一百套 这给你做一绝杀 你就支了十六近五之后 给你做了一绝杀 马上这边出将 出将绝杀 那么红方说赶紧桌 对 桌这时候了 下得很准 这时候要走马一退三不行 马一退三 这个棋它可以马有近七 对 你在出将它马回来的手 对 都完全的抵抗 对 所以它下得马一进三 让你手都没得可守 红方只有退 会 一出将 一出将 只有7G 这是没有办法 对 7G 上期有一句棋验 尤其在后半盘的时候 就叫有居杀无区 所以你这时候不光是有居 人家还有巷 对 那么红方现在一看没办法 也是积极的看有没有机会 但这招也很好 对 这招也很好 逼你这马后退 我的马就可以参与进攻 对 那么红方进马 还是找机会 黑方 接着跳 红方保留子力 将军 然后他也希望有所作为 对 这个有点难 那么汪洋非常的冷静 对 可以去看 那么进兵 他想进兵 吸住 那怎么可能呢 汪洋不给机会 那绝对的 退马 掌机捉兵 接着捉 对 这只有让开 追着吃了 对 那么黑方考足 红方现在要加固阵型 黑方挑马 红方一收 红方把你死死的压下 对 全部都按在里面 红方也没什么考下了 进兵 那么汪洋 暂时 展开蚕食战术 没办法 杀掉 那么现在 许国瑜还是想办法要挖刀马 对 但是汪洋很稳健 就不让你 那么接影 这是没有办法 对 你要回来把马的退路绑住 黑马一僵 但是黑方还是抓住要点 你这个炮是要命的 对 这边你可以握我 对 你握吧 那么现在黑杀掉 你握了不是杀了 对 吃掉 那么汪洋一桌霜 但许国瑜这时候也给汪洋设了一个小圈套 对 他没有逃炮 他呢 回事 如果你吃炮 他 有一巧 这儿将军 杀其 这边丢鞠 所以他也做了一个 这个有意思 所以到这儿呢 我要出价 那么再回马一灯 他只有瓶炮 退居叼霜 他这也巧招 你不敢吃兵 吃了千死鞠 跳马 那这怎么办 跳马再看 让人掌鞠 这跟要杀差不多许国瑜 这时候走出一步无奈的招法 这马呀能跳到这儿来真的是 真是无奈 你下一百盘棋都很难见到这马能跳回来 那么黑军一抓 这个子儿看上 黑方做了一些战术处理 对 逼你再退 然后把你的子儿给抓到很差的位置 对 然后他再迎头一将 对 称氏 一踩 一杀 一劲 吃冰 那么要捉死炮 还要逃 那么 再一捉 平 那么下到这儿 红方一看丢子了 也是投子任父了 下到这儿 无论怕往哪逃 这个都是回去 完了还有黑方还有族 没错 单是单想 无法上 这个棋真的是从头到尾都下出了很多精彩的亮点 对 这盘棋就以黑盛而告终 感谢各位旗友收看我们今天的讲解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好 感谢郭丽萍和李鹏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评说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见了 细说楚和汉界品味人间万象 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 感谢 感谢